根據韓聯社的報導 南韓大韓航空有一名空浮員 在前年罹患了胃癌病逝 而這份報導進一步表示說 這個空浮員的平均有半數的時間 航程都是會飛越北極航線的 而這條航線阻擋了宇宙輻射的大氣層比較稀薄 因此受到宇宙輻射的影響機率會大幅增加 再加上首爾南部職業病判定委員會也認為 他的死累積輻射量曝露量很有可能高於實測值 再加上他的飲食時間不規律 認為跟胃癌還有他的工浮員工作之間 存在著顯著的因果關係 那麼這也成為韓國第一起宇宙輻射職業病的個案 但國內有癌症專家表示 宇宙輻射跟胃癌兩者的關聯性 還有帶更多的研究佐證 各行各業有一定的職業風險 在南韓有一名空浮員出現當地首例 被判為宇宙輻射引起胃癌的職災個案 根據韓國媒體韓聯社報導 南韓大韓航空一名空浮員日前因胃癌病逝 卻了解在他26年浮勤時間 有約一半航程都飛往美洲和歐洲 航空公司為了節省時間 通常會選擇北極航線 而根據韓聯社報導 這條航線阻擋宇宙輻射的大氣層較為稀薄 宇宙輻射影響會增加5倍以上 後續首爾南部職業病判定委員會也認為 死者累積輻射曝露量可能高於實測值 加上飲食時間不規律認為胃癌與工作之間存在著檢驟因果關係 判定屬於植栽 這也成為韓國首起宇宙輻射職業病個案 對此大韓航空則回應 目前無法確認這位空浮員的胃癌和宇宙輻射相關 這兩者的關係事實上還有在確認 這位空浮人員他一定隱私的話 有時候缺失 因為隱私的關係引起慢性發炎 就會容易引起胃癌 癌症專家賴基民分析 一旦輻射線引發細胞DNA被破壞或突變後 並需處於發炎環境中 而且細胞無法順利修復才會形成癌細胞 而過去在臨床研究上與輻射相關的常見癌症 包括甲狀腺癌 血癌 也有前空浮員表示 國內較少聽到類似個案 我在工作之前 也會習慣讓自己先吃一點東西 奠奠自己的胃 在這個工作之前 先進行保護自己的動作 每一年的時候 我們都會提供檢查 確認就是空浮員以及機師 符合我們的這個公司的規定 而專家表示 空中輻射是否導致罹患癌 還需要更多實證 記者綜合報導